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拍电视 今天的影片我们将带大家接续之前画的骰子 并且把骰子的领角磨光滑 我们先快速带大家复习一下 先做出骰子的展开图 新增2048×2048的影像 然后输出展开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2D绘图软件 来绘制骰子的图案跟奥杜贴图 然后进入2D绘图软件 再入blender帮我们做的展开图框线 然后画出像这样的凹凸贴图和颜色贴图 再把凹凸贴图跟颜色贴图汇出到blender 切换到shading布局 把影像纹理连接到这个材贴的基础色彩 并且再入刚才做的颜色贴图 凹凸贴图 添加一个凹凸向量到材贴的发现 再添加一个影像纹理连接到凹凸向量的高度 并且再入刚才制作的凹凸贴图 这样有立体感的骰子就做好了 但是现在领角很尖锐 我们可以利用修改器把领角磨光滑 在属性四窗这边有一个扳手的图案 点下去我们就可以添加修改器 添加一个倒角修改器 并且增加分段 然后到骰子这边按右键选择着着色平滑 这样就完成今天的进度了 3D绘图的基础系列也到这边结束 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将练习更多Blender提供的3D绘图功能 今天的拍电视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